伙伴大家好 今天要帮各位介绍的是怎么样 把图片做去背 然后或者是你的图片去背完之后 需要做一些修补 我会介绍一些 我常常用的一些小技巧 首先第一个呢 去背除了PowerPoint的里面的去背之外 其实呢 小画家3D去背的功能 以PowerPoint来的强一点 我们看一下 假设你的图片的背景 跟主角 你要去背那个主角 其实差异蛮大的话 小画家3D就蛮好去背的 怎么去背呢 很简单 你把你的图片叫进来 跟一般的小画家一样 把图片叫进来 然后呢 这边上面有个叫魔术选取 点下去之后 你可以把它 稍微把它 再把它多打一点 留下你想要去背的区域就好 下一步 基本上都去背的差不多了 但是你看这边还有一些小小的 那怎么办 我们就把它这边用移除 你可以自己把它画出来 这块我不要 它就帮你移除掉 又太多了 Ctrl Z 把它移除掉 下面好像还有一点 这边呢 一样 把它移除掉 基本上就差不多去完了 然后就按完成 完成 它这样就变成一个单独独立的一个图片 先把它移到旁边 接下来呢 我们到上面有一个叫画布 在这边 画布这边把透明画布这边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一张我们背景这一张画布呢 选取来 按Delete 消除掉 再把我们原本区配好的这一张叫进来 放到原本的区域 好 那接下来就到功能表 一个另存星档 把它存成影像 PNG档 看下去就儲存到你想要的位置 这样子可以了 这一张就区域完毕了 这样子去的其实也蛮漂亮的 虽然说这边可能还要再做一点修整 我们这边不需要特别做 修正了 我们这边做示范而已 小花家还蛮好区域 尤其是你的主角跟你的背景是 差异性很大的话 小花家3D还蛮好用的 好 接下来另外一个比小花家3D当然更强一点的 这个叫Trace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removeBG 这两个网站都是具备人物很好用的 但是呢更有利弊 像这个Trace呢 他可以下载原始的档案 就是你的比方说你的图档非常的 高解析度非常大 那你上传的时候 去备完之后 你可以下载原始的 原始的 这个解析度 不需要另外付钱 那这一个呢removeBG呢 他就只能让你下载 比较 稍微没有那么清楚 啊如果你要下载原本的档案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付 一点费用 那这个Trace这边呢 比removeBG不好的地方就是removeBG 你去备完之后 如果你不满意还可以做个调整 比方说用橡皮再把它擦掉 或者是再把它修复回来 Trace都不行你就要堵 他一去备完就是你刚好要的 那就还OK 但是如果不是你要的 那不好意思 他就永远只能这个样子 不能再做其他的修补 你必须要到别的地方去做 别的地方去做修正 那我们这边我比较喜欢用removeBG啊 就到removeBG 这边我们就上传一张图片 上传图片完之后呢 比方说我们要上传这张 就开启 他自动用AI帮你计算 哎 起来这边我们有扫怎么办 好那我们就到 编辑这边 可以继续做编辑 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哎这边这应该还有一些金属的那不见了怎么办 好那我们就到擦除恢复这边我们用恢复 把这边恢复回来 这个就是Trace没办法做的部分了 把它恢复回来 那你说哎这边还有一些 这个黄 这个粉黄色的没办法消灭掉 很难消灭掉怎么办 没关系 待会我们在 图片修复那边我们再做介绍 接下来你去把它下载回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张就基本上 去背完毕 这样去背还蛮快的 蛮快的 好那我们把它关掉 接下来呢下一个这种 这一张呢就更麻烦了 他的 主角跟背景基本上已经困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 还是需要做去背的话 那 如果你有Photoshop那你最好 就用钢笔工具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用PowerPoint的 里面的 以前教过的这个叫色彩凸显这一招 你就用 里面的 多边形 所谓的多边形 其实就是钢笔工具 就慢慢的秒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 地方呢哪边需要再调整 你就按右键 然后有一个编辑短点 就慢慢去把它调整回来 然后 接下来就把 先按大图 再按这个白色的 区域 Ctrl都按住 然后呢 就按合并图案里面的交集 他就自动帮你去 去好 如果你还想要再调整的话 再回到刚才那一步再去做个调整 这一步很麻烦 这一步非常麻烦 那但是如果 你真的要用到的话 这一个其实还蛮好 还蛮好 做你想要做的任何的去背都可以 那为什么还是要叫这个 因为待会我们要在 下一个图片修补这边要帮各位介绍 那你就有可能用到手会多边形 比方说刚才这一张 那我们下载回来 这边不是有缺吗 如果你是用橡皮扎慢慢擦 你不管怎么擦 因为橡皮扎 不管怎么擦 都会留下一些磕磕巴巴的 然后呢看起来就是 不平滑 那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用另外一招 我们就插入图案 里面有一个叫圆角矩形 把它调整一下把它摆好 接下来用减去 图形格式里面和平图案里面的减去 把它减掉 这样看起来就是 哎好像真的是那张图片了 这样子就可以骗过我们的视觉 基本上这样就去背完毕了 然后图片也修的很好 那像这一张 这张我是用这个小画家3D去背完的 然后这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其实问题可大了 因为他有破图 有玩过Photoshop这张破图什么 就是有些地方已经不见了 我们把背景换成黑色了看看 那这两块就不见了 换成黑色 这样就很明显了 我发现 好如果你背景是白色 可能还可以骗的过去 但是如果背景是别的颜色就完蛋了 所以这一张必须要做 图片的修补 他的原图呢在这里 为什么刚才要介绍手绘多边形呢 因为我们就是要用手绘多边形 把我们要的区域把它截取下来 把它装回原本破图 已经序变好了破图的图片上面 插入左边形 然后呢 这边就慢慢的 把它描边 描到你想要的区域把它描好 接下来分开处理 先按Ctrl按住 先按大长长再按这个小区域 然后呢 我们就按 和平图案里面的交集 就只留下这一块 另外一个部分也是一样 按交集 只留下这一块 接下来回到原本破图的这一张 把那两块装回来 这样看起来好像已经OK了 但是呢 其实你可以做的更好 你可以把 这一张破图的这一张移到最上层 这样子看了就会更漂亮 你看有发现 这样看起来就更漂亮了 有没有感觉到那个西部的差异 好 这样一整张基本上就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你可以按Ctrl加G 把这三个东西都把它组成群组 或者更进一步更保险的方法就是呢 这三全部的东西 群组完之后呢 你再按 右键 一个叫另存图片 另存图片 把它变成一张是真的图片 这样子你不管怎么去编辑都是一张完成的图片 这样是比较保险的 好 第三种就是有时候我们下载一些网站的图片 他可能已经做好加工 上面就有一些浮水印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介绍一个网站专门去除浮水印的 这网站叫Inpaint Inpaint 就是修补的意思啦 就是把 东西把它修好 补好这样 好 那我们到这网站里面去 我们到这边 这边好 那我已经把它 传回来 你把图片上传 他就是一个上传上去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 按这个橡皮擦 这边有一个 绿色的就是要补回来 然后红色就是要把它消灭掉 把你不要的地方先把它慢慢的 稍微插一下 把它mark 起来 然后到这边把它按插除 AI就是自动把你计算 他会选择旁边的颜色 自动去填补这些颜色 我们先去除这边的帽子里面的 我们待会再做去除 然后一样按插除 接下来是帽子里面的帽子里面的 基本上颜色都还蛮接近的 按插除 细部的这边 我们可以再把那一个橡皮擦 再稍微调小一点 再慢慢的擦 最后这一整张就变成 哎是没有浮水印的样子 不过版权你自己要注意啊 人家有浮水印 一定是因为有版权 然后我这张是图库买回来 我自己加我自己的浮水印 那就没有问题 好 那今天就帮各位介绍到这边哦 谢谢各位 拜拜